149 香港相報 深圳私募行業協會半年報股票期貨冰火兩重天 2015年7月20日 社團S04投資圈 香港相報信 記者鄧明宇通訊員修燕玲報導 深圳私募行業協會融資評級研究中心統計 截至2015年6月30日 全國共繼承立101隻期貨基金 公務專戶 期貨專戶 信託 海外基金 自主發行 其中1月份是2015年上半年成立最多的月份 最少的是5月份 者和今年以來成立的股票基金2138隻比起來相去甚遠 期貨私募基金與股票私募基金發展現冰火兩重天 A 股隱然股票私募行程在2015年6月份股市大跌之前 股票市場一直維持火熱的狀態 大部分的資金皆流向了股票市場 正所謂眾人拾柴火焰高 股票市場跌創新高進一步形成正反規 本輪市場上漲幅度和上漲時間都讓人嘆為觀止 股票刑事務基金受到投資者大力追捧 截至6月30日 今年以來成立的股票基金有2138隻 充斥各大媒體的投資邏輯主要有兩點 其一是無風險市場利率的下限 提振股票市場 其二是國家大力推動大眾創業 萬眾創新 於是改革牛 政策牛不敬而走 上至國家高層 下至黎民百姓皆能對此展開一番悍悍而談 中小版 創業版的股票更是被炒到一個天的 這無疑讓人聯想起美國2000年的納斯達克市場火焰一樣 但其貨市場卻和股票市場直言不同 大眾商品整體維持弱勢下行的架局 以黑色金屬為例 裸紋、鐵礦石、焦煤、焦炭跌創新低 但是對應的上市公司股票價格竟然跌創新高 有色板塊、煤炭板塊、化工板塊、貴金屬板塊等無不是如此 查詢對應上市公司年報 大部分業績增長並沒有明顯起色 股票價格和商品價格嚴重背離 這也是6月A 古暴跌的重要原因之一 期貨私募需擴大規模融資評級研究中心吊然發現 隨著私募基金登記備案制的實施 雖然期貨私募基金仍來了快速發展時期 但整體規模依然偏少,急需擴大規模 據深圳私募行業協會下屬私募排排網不完全統計 絕大多數的期貨私募基金管理規模皆在兩億元以下 管理規模在十億元的私募基金屈指可數 和股票私募基金動值百億的規模相比 這個規模相對較少,整個期貨市場資金容量一直在2700億元左右浮動 雖然一些優質期貨公司的資管業務規模增長順猛 但是資金更多的是在期貨公司之間流動 這是一個去散戶化的過程,來自市場之外的增量資金並不多 而股票市場的增量資金遠遠多於期貨市場 同時,由於監管曾收緊的措施以及多種制約 期貨公司在交易人才上極為欠缺 目前基金經理只有一小部分接受過正規的系統教育 整體參差不齊 加之期貨市場風險管理比股票市場要求更嚴格 所以人才缺口很大 而困擾期貨私募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策略和質法嚴重 期貨市場的交易策略主要分為 投機、套利、淘寶 大部分期貨基金主要採用投機和套利策略 現在愈來愈多的私募基金開始把交易策略編寫成計算機語言 通過計算機執行 目前國內存在的程序化交易和致性比較嚴重 更多的是從歷史數據中挖掘規律 存在一個數據過度以合的問題 管理資金在10億元以上信 策略的期貨私募基金 市場上寥寥無幾 隨著採用程序化交易的私募基金越來越多 其策略的生命周期越來越短 交易的滑點越來越大 在股指期貨上面的表現尤其明顯 這些策略很容易達到程序化交易的管理瓶頸 如何更好地在多市場、多周期、多策略上面進行合理的配置 這是擺在基金管理人面前的一個迫在未跡的問題 是有所謂的任務 是有所謂的 建議的動作 在整項序化交易的理念 是有所謂的 成員的 大家